《爸爸去哪儿》六路透,Jasper与陈小春互才影子,范城城战姿好乖。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已经在紧罗密谷的拍摄中,而这一季的嘉宾在路透照中也能知道有谁,分别有鲍贝尔与饺子、耿勒父子、杨硕的一双儿女,还有再度回归的陈小春与Jasper,当然观众最期待的就是实习奶爸。 而没想到爸爸去哪儿第六季的节目组竟然找来两位实习奶爸,而这两位的实习奶爸还具有超高的人气,一位是调皮可爱的福兮兮范城城,一位是羞涩内敛的碧文俊,这两个人的加入也让这档节目有了新的看点,当然有这两个人在那么这收视率也不用愁了。 而在路透照中,再度回归的陈小春与儿子Jasper就显得比较轻松一点,毕竟在一群爸爸中算是学长了。 就在别人紧张录制的时候,这对幼稚的父子还在一起玩互彩对方影子的游戏,而在照片中陈小春化身陈三岁踩着儿子Jasper的影子。 而Jasper一脸无辜的样子也是可爱,看来Jasper还是没有变,一如既往的有趣承包看点与笑点。 而陈小春还是那个柯的亲爹,除了两个人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之外,在村长组织一起开会派任务的时候,能看到Jasper一直依偎着村长,果然是有感情的,估计村长的心中一定会很欣慰吧。 相比Jasper的轻松,而站在村长李瑞身边的两位实习买霸就显得很拘谨了,尤其是范诚诚,一向调皮的样子突然变得这么认真还有点不习惯呢。 范诚诚诚站在村长的一旁,任任真真的听着村长读着任务卡,看上去一副好学生的样子。 而且就连站姿都好乖,这还是大家认识的范诚诚吗? 简直就是一位可爱的小宝宝,还有范诚诚身后的碧文俊也显得很拘谨,一直站得很紧绷,估计是很紧张吧? 毕竟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一直都很高,而且还要带孩子也是一种不小的挑战。 真的很期待两个大孩子带小孩子的画面,会不会因为解决不完小朋友的问题而哭戏呢? 毕竟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,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能管理得好,还要去管孩子,估计到时候也会抓狂吧,但是相信范诚诚哄孩子的技能还是比较强的。 虽然只是路透照但是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,毕竟范诚诚还只有18岁,能将自己带好就不错了,所以希望节目组能善待这两个孩子。 !